你绝对不相信我之前在缅甸花13万买了一个惠卡 开窗之后别人给我开了900万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惠卡呢 来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块料子 走 来 看一下这个惠卡 惠卡这个敞口呢 还是很奇妙的 有的人容易把它和后姜搞混 其实惠卡最著名的就是一个蜡壳 后姜呢 也有蜡壳 但是呢 它不是说很明显 这一块料子我们看得到啊 是一个断口的料子 一般喜欢玩这种翡翠原始的一些玩家啊 都不太喜欢这种断口料啊 为什么说不喜欢断口料呢 因为断口料就像那种明料一样啊 已经切料一样啊 已经比较明朗了 可玩性呢 并不是说很大 来看一下啊 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一块料子啊 断口的这个地方呢 肉质看起来是比较明显的啊 肉质细腻 而且还有发黑的一个表现 我们压灯的这个光感的话 也是比较清爽的 那开完窗呢 也是一样 肉质呢 是不是特别的一个清爽 带点棉 但是这个棉的话还是属于一个易径棉 有胶感 这样的绘卡你喜不喜欢呢 如果说你还有什么喜欢的翡翠 记得留言关注 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